昨天晚上就在这个飞去的敞篷住了一晚 这个地方住了有两户人家 但是这边没通电 晚上老白就睡在这里面 乌乌其麻黑的 这里面青蛙叫鸟叫 吵着到后半夜才睡着 宿舟的珠海 全长1550公里 还剩538.3公里 出发 下雨也不能阻挡老白的脚步 冒着大雨在大山之中骑行 这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测试 遇到一家早餐店 有包子有肠粉 我来一份肠粉 这村子这个村的集市了 看上卖菜的卖面包的 其实人数不是很多 用老白的战衫 继续长粉搞起 吃点东西 不吃点东西真的扛不住 下雨天骑着还挺 还可以 比大太阳骑着也好 零点雨 也不能 完独自了 让我右转 要进入山间小道了 走这山间小道我不怕 可导航一提 千万要有信号呀 没有信号 老白在这里边 就算是巴比克的 完了完了完了 信号林格 没有信号了 跑这地方 哎呀 一转小叉的就懵逼了 我这拐还是不拐呢 这还好是早上 八九点钟 现在赶上晚上 下午五六点钟 真的这慌得一批 赶紧时间蹬吧 尽快把这个山穿过去 这导航真是造孽 给我导着什么路啊 这路都没人走 前一边 这边是一个小溪 后边 看到没有 拐弯拐弯拐弯 看身后 还得往上爬 这是这马走山路的 这路都没什么人走 还下着大雨 我严重怀疑导航 给我导错了路 这不行啊 这走这三千小路 这一天能走多远啊 骑又骑不了 哎呀 这路骑着车推 特危险了 我还是推着吧 这导航坑的路线 没有一条好路 百分之百把我坑了 这边一条路 这边一条路 然后他就往我这边走 哎呦 大哥呀 服了 看看这桥 进了一个小时了 一直是这样路 一下没骑 还是上坡 走了一段二十 不骗你们 连鬼影子都看不到 还别说人了 我都怕这里边有野生动物 防水工具都拿出来了 看到没有 防水工具 我怎么感觉我一直在爬 往山里边钻呢 这个导航是不是很久没更新了 千万别给我搞错了 搞错就麻烦大了 大山里面就下着雨 一个半小时 上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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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跟你们说 这路都难走 你看一下 从那下边 一步一步推上来 想躲个雨都没地方躲 索性我也不管了 热的呀 推不动呀 在那休息一会儿 这是让我从三角下 往山上赶的 全身上下湿透了 看看 手机线一淋雨 反应系统还 跳得不行 现在已经没有网络了 导航也失灵 网络不畅 请稍后重视 我现在这个地方 大山里边 没有信号 我只能沿着这一条路 先走到有信号的地方 在导航 没有一点点办法 水上已经全部湿透了 本来衣服干一点 还可以把手机擦一下 现在手机 一滴水 就是那个系统反应特别不好 这路是下坡 我都不敢携 什么这种小狮子太多了 我怕把车胎扎破了 还是推着了 需要是车胎再爆了 直接就刺激 看看老板找着路 刺激不刺激 看路上 看看 刺不刺激 一个字 绝 前面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子 应该是个庙 应该能看到村子里面了 这已经有卖田了 终于出来 这里有个庙 看到了我 我看到这都感动了 我都想哭 有复出就有回报 你只负责向前冲就好了 10点进去的 10点半出来 一个半小时 应该跑了有大概不到10公里路 多了也就是10公里多一点点 翻了有两个三个小山头 不过这一出来 看看 一路小下坡 好爽 加油 真爽 前边是村是村不知道 反正知道规模挺大的 进去瞧一瞧 赣州安远 往哪边走呢 我得看见导航 我好像不用去赣州 导航还是让我向右走 赣州方向 多年找到某里的面前 一路这个扇子 都没地方走 天啊 师傅了 天啊 拿车一下 大海 从向你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心爱 让我能改了这杯子 手机上全是实 前例外全是实 早上八点钟出发 现在已经十二点四个小时 才跑了十八公里 早上出发是五百三十八 早上吃那份肠粉 算是已经没了 幸好我出来的时候买点这个糕点 一点不像你们 从刷了个涨本 翻了个山到现在 一口水一口 这股东西还剩这么点 看看这下雨下的 这下边应该都是农田 这水已经把它漫掉了 竹林 看这边这河已经漫成这个样子了 这一路上像前边这种 这属于山体滑坡 这一路上大大小小我已经碰到有七八处了 看看 哦 看这下边的水位 看那树 看那桥 桥洞都已经满盐了 然后再看这边的农田 这儿应该是油葵还是烟 你看 都已经马上漫过了 我们来这边看看 哎 看看 这水太可怕了 那树 蛮有阶段了 下边农田给遭殃了 看看这边 已经蔓延到那边了 那三轮车旁边 这边的水位都已经进到居民家中了 看一下 这街道上漫的全是水 看一下屋里边 全部都漫的都是泥 现在都在打嗖呢 这屋里面全是黄泥 我还要执行 这街道上 哦 天哪 这水已经上街道了 看昨天晚上这水多大 哦 你天哪 街面上都过不去啊 我还要横穿这边 怎么弄啊 我要推着踩过去了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给这人车后边的 这样走会安全一点 因为我对这边路不熟 今天这9981纳 看看 我现在走到这儿是黄泥 我推都推不动 我 我还要穿过去 看看这路面 水都已经把这柏油给吹起来了 包吐不平的 看看 看见面上 看看 妈呀 看旁边 哎哟 看看 这都 吹得走中间 谁还不走中间 你都出不去 看点水 哎呦 我爹妈呀 防风存 刚才过去那个 好像是信封县 我现在走的是乡间小道 呃 哇 去啊 刚刚说的不要有大坡 光荡一个大坡 哎呦 还好水掉了 我人没摔 哎呀 这上面没有什么大坡 路不太好走 但是 慢慢有的挺好的 哎呀 这路我是 真的不想吐槽啊 但是真的 这都是真的难走 这人还看到真刺激啊 哦 这天哪 应该是在泄洪吧 真是小道 这边有一个 哎呦 看不见 凤雨亭 老白决定就在这里边了 想炸帐篷呢 没法炸了 机上全是蚂蚁 妈呀 看 不敢炸了 先做饭 看蚂蚁晚上睡觉 难道是一个人来陪 可谁知道坚强 背后藏着多少泪 有时候 只想找个地方 打哭一回 发现心中多年 依赖所有的卑微 可是生活就像 一座无情的堡垒 擦干眼泪后 还要继续往前睡 这一场走到太累 心变成灰 流下了眼泪 多少后悔 多少狼狈 多少次崩溃 以为只心可以 得到想要的完美 可换来都是无尽的伤悲 你也别忘记没有筷子 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都说拿筷子拿筷子 一弄就忘了 没办法弄个数值 好了开饭了 香喷喷 今天本来买肉的 但是买菜的那一家 他说肉是前一天的 我就没有买 所以就炒点辣椒 不过 我跟那面倒买了好长时间 一直不就吃 接着就把它弄完 搞得现在 这个菜是咸的 辣的 没有是甜的 还好我这个口味都没事 嗯 哎呀 腓子腓 今天 翻山越岭 渡洪水 这是484.5公里 也就是16公里 16公里 算14 那边38 40 56公里 今天跑了56公里 也不算最小 但是 今天前半天 平时都要骑40公里 今天前半天 骑了18公里 嗯 下午的时候 这一节路 16公里 还算是可以吧 路非常不好 嗯 不敢往前跑了 现在在乡镇里 找个瓶子相当不容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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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5点17 这个算烤得辣 要再跑一个小时 还得跑10公里 看 今天累了 今天翻山翻的有点狠 多好 下午先不炸 这会儿 嗯 蚂蚁少了好多 再一会儿炸 一把饭吃了 今天说不错 菜的味道 今天是嘎嘎的 也不是煎啊 可不许有朋友说 我道远做得多 吃鞋 7%的苦就比较重 哎 那行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全新的大家 再见 吃鞋